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知识点会是修改表的结构 那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什么是表的结构 那表呢,是以行和列组织数据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么它有哪些关键的东西存在呢 第一,它有表的名字 第二,它有表的列 列有列名,也有列的数据类型 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要修改表结构 就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比方说我去修改表名,修改列名,修改列的数据类型 删除一个列,或者是新增一个列 这些内容呢,都是修改表结构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事例来演示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修改表结构 来到这个,PRCQDeveloper,这个客户端软件 图形化的,我还是把之前的这些 EMP Copy表把它清掉 哦,已经清掉了哈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CreateTable,EMP Copy,EarthCNugging fromEMP 我重新建一张复制表 重新建一张复制表 为什么要重新建一张复制表呢 这种复制方式实际上是会取消掉EMP表的一些主件啊 外件啊等等 因为之前我们建了很多件 为了以防万一呢 我先直接重新创建一张新的Copy表 只是Copy数据而已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演示修改表结构的哪些方面 第一,我可以修改,删除一个表的列 哪个列呢?COMM列吧 好,怎么写呢? AutoTable 记住,我们修改表结构一定是AutoTable AutoTable谁呢? EMP Copy 好,记住 现在EMP Copy表是有COMM列的哈 然后呢,记住删除就是Jop Jop,Column,COMM 好,执行一下 没有报错 接下来我们重新再查询一下 COMM列就已经不存在了 接下来呢,要演示的就是新增列 COMM OK AutoTable EMP Copy 我把它再新增上去 嗯 ADD 记住 ADD的时候千万后面不要写Club了 直接写列 COMM 然后是数据类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报任何错误 接下来 看一下,哎 COMM列被加到了最后 接下来下一个修改表结构就是 重命名 重命名 COMM列 重命名COMM列呢 用法是AutoTable EMP Copy 重命名是RELAM的意思 RELAM CLAM COMM 2 另外一个列名 COMM1 好的,我们来实询一下 接下来 查询一下 会发现我们的列 从COMM列名已经变成了COMM1 好,这个是重命名 这个表中的列 既然可以重命名表中的列 我是不是也可以重命名 表的名字呢 绝对是可以的 那么就是AutoTable EMP Copy Copy RE LAM 2 EMP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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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看一下 好,没有报错 说明成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可以查询一下 结果它会报 表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了 因为已经把它重命名为 EMP Copy Copy 1了 好的 这个就是从命名表明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再改回来 再改回来 OK,接下来继续下一步 我还可以怎么样呢 还可以修改 还可以修改 列的数据 类型 修改 列的数据 类型 AutoTable EMP Copy 好,我刚才已经改回EMP Copy了 然后呢 Modify Modify 修改列的数据类型是Modify Modify什么呢 COMM Warchar2 它本来是Lumber类型 现在我把它改成Warchar2类型 试试看 哦,COMM标示无效 是因为它已经改名叫做COMM1了 好 Modify COMM1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可以右击这个表明选择描述 可以看到 这个COMM1列 已经成功的变成了Warchar2类型 好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修改表结构的示例就演示完毕了 分别包括删除表的列 新增表的列 重命名列名 重命名表名 和修改列的数据类型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就讲解完毕 下次课再见